我们再来看一下舌相与皮肤疤痕 我们看对话 老师帮忙看看这个 腰腿酸痛无力 左腿重于右腿 大腿为主 老师他这什么情况 我给他直接开了个方子 就是右龟王 然后呢 这个不是疤痕的 这第二个是疤痕的 这个患者 然后让我看一下这个摄像 我说中风仙兆 头晕头痛 颈尖痛 腹胀便秘 咽干口苦 眼睛干涩 向背部 然后我问他向背部 是否有过烫伤 或者是疤痕 然后反馈 右肩胛骨旁边有刀伤 我说应该是 可以有时间拍一下皮肤的 这个疤痕看一下 然后后来呢 就拍来了这个皮肤的疤痕 是在这个肩胛骨的 两个肩胛骨之间 靠近这是左侧的肩胛骨 然后我们看一下摄像 后面有一个方大的摄像 稍后我们再看 我们先来看对话 前几天 李老师给我开的方子吃了以后 弹中学不疼了 就是上下还有种发慌的感觉 然后这是开方子了 我们就不详细的看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 看一下他那一个发痕 我们是如何通过摄像 来进行诊断的 老师 我舅舅那个有刀伤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能解惑下吗 为什么 吃这个这么快 这是反馈的 这是那个反馈的 您昨天开的幼龟丸 今早已不酸疼了 这么快 一共吃了两顿 这个是刚才我们看的 这一个患者 所以我把他这个病例 放在了前面 开了幼龟丸 然后吃了两次 然后腰痛就好多了 然后 然后接着看这个刀疤的 这个刀伤的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那个伤好多年了 也能看出来吗 我说我可以看出来 他那个还是自己 小年轻的时候 打架被别人砍到的 这都快50岁了 算算也有30多年了 都被你看出来了 然后这里说 李老师看的方子亮少 而且效果好 我前段时间没进群之前 在其他中医那里 看了半个月的效果 和李老师的两剂药差不多 然后我们接着看那个摄像 后面有放大的摄像 李老师又打扰您了 我就就吃了13副这个 拆糊桂枝汤 这个胸背拉扯的感觉 没有饭 这个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们看这个刀疤 那这个是从哪里看的呢 我们从这里看的 这个舌尖部位 靠近舌尖的部位 我们看他这一个形状 这里是一道纹 然后两侧呢 有一些纹路 它和这一个伤疤的这个形状 一大条 旁边有这一些 就像好像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舌头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我们体表的皮肤 我们皮肤如果看到这种纹理的话 直接的就联想到的就是 有疤痕 有烫伤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伤 留下的疤痕 你身体里身体有明显的这种 大范围的这种疤痕的时候 它会在你的舌相上面进行展示的 这是我在临床 发现了很多这样的 这种案例 是万无一失的 所以有株内必行于株外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个的是乳房 乳腺癌 乳房切除 这个是他的肿瘤 这个是他的手术纹 是切除的 这个动过手术的 这样一个显示 我们看一下 我那天发的图 你说的那个三角 那很奇怪 患者反馈是 扁桃体摘除 今天说实话了 乳房有切除 刚开始可能 不想说 所以患者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时候你看出来了 但是患者不承认 问了几遍都不说 然后最后告诉他 乳房切除了 可能刚开始 说是扁桃体摘除 后来说实话 说是乳房摘除 我说是左侧切除吗 还是双侧 左侧 我说患者可以骗人 舌相不会骗人的 所以这个照片的 这个照片的质量 就等于学习质量 你首先要学会拍照 你照片足够的清晰 你在诊起病来的时候 才能够更加的准确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舌头左侧有个小点 这几天腿被撞过吗 没觉得呀 在右侧 足部 右脚周末的时候 弄虾的时候 烫了一下 然后这是那个照片 我说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过几天就下去了 我们还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他有一次跌倒了 然后把那个肘部摔除血了 然后第二天 就在他的肘部的 这个上肢的反射区部位 出现了一个淤血点 就代表着 他的相应的这个胳膊肘 这个部位 出血 有淤血 非常 这个舌相 它显示这个疾病 是非常迅速的 也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这呢 是一个牛皮犬的患者 看看这个皮肤病的患者 我说你可以拍那个皮肤看一下 然后这是拍的这个图 我说上一个呢 我说这个是否 这是两个患者 这是两个患者 这个没有那个物子 这个物子是两个患者 我说这个上一个患者 是否他的皮肤甲措 在这个上半身四肢部 都有这个皮肤的问题 骚痒性的皮肤病 类似于牛皮犬 是进行皮炎等状态 然后反馈 牛皮犬 原来在肚子上 现在四肢都有 吃药几个月 消退了 这是最近又发出来的 在右手臂和肩部 然后又反馈 对上一个 他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患者 然后这一个是回答的 我的这个问题 是指的左侧的 这第一个患者 然后他说上一个 主要是在四肢和肚脐周围 我说第二个 这一个也是在上半身和上肢部位为主 右侧要重于左侧 然后反馈 对 是右侧严重 我们看这个是哪一个舌相 这个好像是 这个第二个舌相 我把这个舌图给他放大了 也便于我们更加 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这个呢 把那物质呢 就放在下面了 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同样是在他的四肢的部位 他的上肢的这个反射区的部位 有一种 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种疤痕的一样 他这个牛皮选也称为银蟹病 他会起那种干皮 那种皮蟹 这个舌头看起来 他也像那种 起着皮蟹的那种感觉似的 那么这个 大部分就是那个牛皮选的 疾病 在舌相上面的显示 这个不算是特别的清晰 我们后面应该是有更清晰的 然后反馈呢 这两个都是牛皮选 已经确诊的 我看不出来 我说这两个舌相 还是比较明显的 老实话的是上肢区和肝区吗 我说对的 右侧上肢 然后这是帮我看一下 这个舌相 我说尿频腰酸 不耐久劳 颈部发疆 上半身容易起皮疹 然后反馈 这些情况都有 然后这一个 老实这舌边 舌两边多出来了一块 其实这是台阶样变 它是一个扁道体 胆囊的 这个肿大的问题 您帮我看一下 什么问题 我说这个是 跟扁道体肿大有关系 谢谢老师 太神奇了 老师您好 您的声音太好听了 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比较明显一些 老师舌面出现白的是怎么回事 白点点 我说 如果不是食物残渣 看看是否 有这个残 是否是这个残存的舌胎 如果是在舌质里面的这种白点 而则是皮肤相应的区域 也有这个白斑 然后反馈 是白点风 老师太牛了 真神 在手腕上 其实它这个牛逼选 它的范围是很广的 它四肢都有 躯干四肢都有 然后我们接着看 这是手腕 我们看这个摄像 这是它的皮肤 在手部 在这个肘腕部 上肢部 这个鞋类部都有 都有明显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牛逼选如何诊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舌相 这里有很多白点 就是刚才那个学生提问的 这个皮肤 这个舌相上面 有很多的白点是怎么回事 它是长在舌质里面的 它不是那个白色的舌胎 这是区别 如果出现在舌质里面的这种白点 它就代表着 你相应的皮肤 也有这个白点 就是白斑 皮肤白斑 哦 breeding 都是 牙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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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托